中国山东的宾州学院近期传出 公安大动作采集5000名男学生DNA的消息 让学生与网友怀疑动机不纯 受台风百合影响 海南全省29615艘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避风 穷州海峡14号9点30分起全线停航 世界海关组织调查从2008年到2010年 全球近70%的假货来自中国大陆 受害者也包括知名品牌耳机Beats 美国CNN记者直接走入深圳地区的地下销售点发现 一副价值400美元 约新台币1.17万元的顶级Beats耳机 在那边只卖70美元 折合新台币2060元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护伦贝尔市牙克什 昨天突然降下大雪 中国气象专家表示 当地直到明天都面临入秋雨来 最强冷气团的袭击 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大 最低气温甚至可能会降到-20度 对农物业生产和出行会造成影响 金桃铁台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